支架植物之后还需要做定期的随访 监测病情的变化 那么我们要做哪些随访呢 一般来讲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医院查各项血的指标 包括血常规、肝宫、肾宫、血糖、血脂 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医院去复查上述血的指标的同时 做心电图、胸篇 六个月的时候 我们在完成常规的血液检查之后 建议病人做灌脉造影 明确支架的情况 那么以后呢 我们可以一年随访一次 那么对于有情况的病人来讲 比如说 我现在虽然没到佛查期间 但是我出现了胸闷、胸痛等相关症状 那么您需要立即到医院进行复诊 MING PAO CANADA CANADA